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8號晚間 傳出了濃濃的瓦斯味 疑似是低壓管線破裂 導致了瓦斯洩漏 影響到好幾家店家提早大洋 到昨天晚上11點 終於找到了洩漏點 並且進行開挖 完成紙漏作業 還好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工程人員找到瓦斯洩漏點 正在進行開挖紙漏作業 警消也拉起管制線 要盡早把問題排除 因為空氣中濃濃瓦斯味 已經影響到多數店家 消防局18號晚間6點開始 在高雄左營區自由二路 與下行街附近 不斷接獲民眾報案 表示有聞到濃濃的瓦斯意味 消防局感覆現場 測出有異味樹脂 由於瓦斯意味持續濃烈 警方封鎖了半個路口 並請鄰近小吃店家 診所提前打壓 直到晚上11點 終於找到瓦斯洩漏點 並進行開挖 因為這個是低壓瓦斯 不過氣量很小 這是很安全的 據了解疑似是瓦斯管線破裂 低壓瓦斯洩漏才會造成 空氣中濃濃瓦斯味 所幸瓦斯洩漏量很小 沒有影響到人員受傷 只是原本應該是店家忙得 不可開交的晚餐時間以及宵夜場 卻因為瓦斯洩漏風波得提前打壓 借高雄綜合報寶 多多多ague事 說服裝 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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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